同样是疫情期间宅在家里 其实月亮姐姐也有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对吧 是的 因为在家里面嘛 就是自己工作的这种特色 就会做很多这个给爸爸妈妈的一些建议啊 一些游戏 然后我们推出了一个防疫歌 就是我自己写的 我教教大家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来画这个防疫数字歌 每一个数字呢 都能够变成一个跟我们防疫内容有关的东西 特别好玩啊 带着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弄啊 好 开始啦 一变成水龙头 大家记得请洗手 二变成两颗心 我们心连心 三变成小苹果 多只蔬菜和水果 四变成小窗户 通风不外出 五变成大嘴巴 保持心态乐哈哈 六变成病毒 快把她清除 七变成小口罩 健康防护腰带号 八变成小眼睛 烙印结合 九变成跑步啊 经常锻炼身体房 十变成小蜡烛照亮 千家万户 怎么样 是不是挺好玩的 哇 太棒了 而且杨帆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推出了这个防疫数字歌之后 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全国小朋友的这个投稿 还有的小朋友呢 把那个数字九呢 画成了一朵花 说献给医生妈妈 真好 还有的那个小朋友呢 对 他把那个数字一呢 说我把他变成了注射器 生病的时候 医生要靠他 就孩子的想象力 和交过来的这个答卷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你会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给你很多的启发 而且就这十个数字 就可以不同的小朋友表达 不一样的情感 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没错 没错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连线 然后是跟那个武汉的一个小朋友连线 他只有四岁 就同样是父子 而且同样是厨师 我看到刚才采访完 洪建涛他们父子俩的时候 我就突然有一个画面 我就在想武汉的这个四岁的小朋友 他现在不能跟他爸爸在一起 而且他是今年2月29号的生日 四岁生日 你想这个生日的节点 就是每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 等于这是他第一次生日 他的父亲就是一名厨师 现在是在雷神山 负责医护人员和重症患者 每天的这个后勤保障的这种工作 所以当时这个四岁的小朋友 给我这个发来他的一个短视频 他就在赶饺子皮 他说那个 我的生日愿望吃爸爸的红烧肉 然后我说那你赶饺子皮给谁 他说我要给爸爸包饺子 所以你会觉得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四岁的小朋友 他对爸爸的工作的理解 就融入在这个饺子皮当中 他会愿意给他爸爸 还包饺子吃 肉就成锅头菜 爸爸给一双家倒菜 一双家倒菜 死变成碗盒块 想见爸爸做的菜 你明天过生日了 你有什么愿望呀 爸爸给我做红烧肉汁 2月29号 每四年才能育一次 他今年可是第一次过生日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想爸爸给我做红烧肉汁 所以当我们能够跟家人 在疫情期间 能够在家里面 每天享受亲人团聚日子的时候 就像在武汉 有多少多少的孩子 他们盼着 他们的爸爸妈妈 能够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所以我觉得 即便我们宅在家里 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那么多人的付出和努力 包括中国有那么多的孩子 其实也在付出 他们的爱和奉献 我们的爱和奉献